你是否也有長期下背疼痛的問題呢? 希望這部影片的三步驟能快速的幫助你減緩腰痛 哈囉!大家好!我是Jay Wang 歡迎回到Become BetterJay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幫我按個喜歡 讓更多人能知道這個影片 由於工作型態與科技聞名的便利 使得許多人現在都被下背疼痛給困擾著 最根本的原因的確就在於久坐久站 但礙於繁忙的工作以及生活也是身不由己 在這裡還是會建議大家射個鬧鐘 每30分鐘提醒自己起來走動走動 喝個水也好 或是以站立動作將脊椎穩固至中立姿勢 而關於《靈活如報》中的作者 Dr. Kelly在書中提到過的 穩固脊椎姿勢動作分解 未來有一部影片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那在提到減緩腰痛三步驟之前 先來說說我認為會產生腰痛的可能的三個觀點 第一要改善下背疼痛 根據功能性訓練神經中的作者 Michael Boyle 與他團隊的物理治療師 Gary Cook 提到的 相靈關節假說 他認為腰痛的產生 與髖關節無法有效活動有關 換句話說也就是如果髖關節無法有效活動 腰椎也就是腰部 可能就會產生髒力 進而不舒服而疼痛 所以改善髖關節及胸椎活動度 是減緩腰痛的要點之一 第二 再來說要改善下背疼痛 常常聽到說要加強核心訓練 但事實是 目前沒有強而有力的證據 認為改善核心可以減緩下背疼痛 但以我的想法 根據肌肉交互抑制的概念來看 活化核心相比於一些伸展下背部的拉筋動作 是更為建議的動作選擇 因此活化核心是減緩腰痛的要點之二 第三 要改善下背疼痛 上一點所提到的交互抑制 是指當關節其中一側的肌肉變得緊繃 另一側肌肉勢必會拉長而喪失功能 當久坐時 因為大腿前側肌肉過度活躍 而另一側主要的肌肉臀大肌 就會變得虛弱 進而可能產生骨盆前傾 因此訓練臀部的一些訓練動作 例如深蹲或硬舉 是減緩腰痛的要點之三 說了這麼多 我們來說說能快速遠離腰痠的三步驟及動作吧 步驟一 改善髒關節以及胸椎活動度 第一個動作 半跪姿寬曲肌伸展 雙腳前後跪下乘兩個直腳 後腳的臀部保持夾緊 再將全身微微的向前推一些 要注意往前推時 前腳膝蓋不要超出前腳腳尖 再將雙手舉起 側向於另一邊 加強對寬曲肌的伸展 過程中保持自然呼吸 且維持核心穩定 心中默念15秒 第二個動作 跪姿胸椎旋轉伸展 雙腳建議可以跪於腳跟上 以避免在旋轉時 腰椎會一起連動代償介力 一手放於背後 另一手放於雙腳之間 一開始將肩膀往後旋轉 再慢慢的連同頭也往後看 去增加旋轉力 過程中保持自然呼吸 且維持核心穩定 心中默念15秒 再來第三個動作為動態伸展 跨步胸椎旋轉 融合前面兩個動作的元素 一腳大步向前跨 支撐手撐於前腳旁側 夾緊後腿的臀肌 將全身微微的向前推 即向下壓 深吸一口氣穩固核心後 另一手穿越支撐手 向外延伸曲曲胸椎 吐氣同時向天花板延伸 伸展胸椎 切記臀部要保持夾緊 以避免腰椎帶長 執行15下後再換另一邊 步驟二 火化核心能力 這裡會介紹兩個火化核心的動作 且分成基礎和進階動作 第一個動作死蟲 現代人多少有骨盆前傾的現象 所以在執行死蟲時 會建議腰部盡可能保持貼地 首先仰躺於地板上 雙手伸直 雙腳屈膝舉起 再將一手放於對側大腿上去 互相給予前後推動的壓力 迫使核心肌群發力 深吸一口氣 穩固核心後 另一組手腳慢慢離開身體中心線 卻想像拉長身體一樣 動作過程保持腰部盡可能貼地 再回到起始位置 執行10下後再換另一組操作 做3組 組間休息40秒 進階動作 首先將彈力帶綁至身體後方某個支撐點上 仰躺於地板上 雙手拉住彈力帶 雙腳屈膝舉起 彈力帶位置保持在肩膀上方不移動 深吸一口氣穩固核心後 一腳慢慢伸直 讓腳跟碰地後回到起始位置 再換另一腳相互操作 執行10下後 組間休息一分鐘 總共做3組 如果想要更難一點的朋友們 彈力帶的矛點位置 可以設定在左右方 以增加自己核心抗旋轉的能力 第二個動作 半跪姿坎坯 首先將彈力帶綁至身體斜上方45度角處 半跪姿跪地後 前腳腳掌 後腳膝蓋 與後腳腳掌 全部成一直線 抓握手拇指保持朝上 握緊彈力帶 保持夾緊後腿臀部 穩住寬部與核心 深吸一口氣穩固核心後 往胸部接著再往下壓至身體旁側 在胸椎旋轉的過程中 雙手保持伸直不彎曲 雙眼注視著雙手動作 執行10下後 換邊換腳 執行3組 主間休息40秒 進階動作 將後腳的膝蓋離開地板一些些 建議將臀部往後延伸 以讓臀部支撐穩定 維持一個靜態的公部姿勢下執行坎坯 會對核心與寬部 帶來額外的穩定度挑戰 上半身的動作沒有改變 深吸一口氣穩固核心後 往胸部拉 接著再往下壓至身體旁側 執行10下後 換邊換腳 執行3組 主間休息1分鐘 步驟3強化臀肌 這裡會介紹兩個強化臀肌的動作 且分成基礎和進階動作 第一個動作 喬式 仰躺於地板上且屈膝 雙手放於地板打開朝上 雙腳腳尖上斑 也會建議腰部盡可能貼地 有助於找到自己脊椎自然中立的位置 深吸一口氣穩固核心後 臀部上夾讓膝蓋寬部到肩膀成一直線 維持頂峰收縮1至2秒 在吸一口氣穩固核心後 吐氣將寬部下降再向上頂 執行10下做3組 主間休息40秒 切記不要頂太高而過度伸展腰椎 過程中去掌握臀部的張力 而不是腰部及大腿後側 如果找不到臀部感受 可以利用彈力帶套置雙腳之間 增加寬外旋的啟動 第二個動作 單腳硬舉 動作執行時 操作腳保持膝關節10度至20度的自然彎曲 做大幅度的髖關節活動 過程中穩固核心並製造立舉 主要讓臀部負重 而不是腰部或過度的大腿後側 膝蓋不內夾不鎖死 下背也不圓背 找一個目標物放於身體前 在動作時 飛姿伸腳往後延伸時 一手向前伸直 嘗試碰到目標物 另一手可以打開幫助平衡 盡量拉長前後身體 執行時下做三組 逐間休息40秒 進階動作 進階動作是負重式單腳硬舉 要更注重身體重心及上背穩定 漸進式的增加自己的重量 但不求重 執行時下做三組 逐間休息一分鐘 看完了這些 再來幫大家做個總結 我們可以了解到 相比於直接處理腰部本身 重點在於 第一 改善腰部旁邊的相鄰關節活動度 也就是胸椎及髖關節 第二 活化核心能力 包含核心抗旋轉穩定 第三 強化囤積 再提醒大家 上述的方法 都應該在不會產生疼痛的方式之下進行 如果長期受下背疼痛困擾的朋友們 建議還是先尋求物理治療師的協助 做評估治療 再來讓自己慢慢動起來吧 最後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頻道 也歡迎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不要忘記 每個禮拜三的早上10點 跟我一起 Become Better Day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